在我们的普通观众的这个印象当中 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山水画 还是一些花鸟画 这一次我要把一些其他的 拿出来给人家看看分享 这一次我不是按照时代的顺序 我是按照题目 所以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 从一个观音的展厅开始 可以说是一个观音堂 往下看是两个洛汉的展厅 到了第四个展厅才到佛 实战蒙尼佛 包括其他的一些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的佛堂 还有一些跟藏传佛教有关系的 还有一些长宗 邪经 道教都有 到最后有一些跟民间信仰有关系的 一些神奇的动物 比方说龙 还有家里的一些宗教的器物 包括年华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万民的佛教画 可以把它叫做十一面观音 还是千手千眼观音 还是大背观音 这个观音它坐在中心 神会的中心 一共有三百三多个神仙在它旁边 但是中心就是这个观音 它是为了一个谦会而画的 这个存在是非常难得 因为之前的这些谦会的画 一般来说是一套一套的 所以有的时候会存在一幅两幅 这个寺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寺庙 但是他们定做这套 把所有的神仙放在一幅画里面的 所以可以说这是全套 这个法会的全套 另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款 有画家的名字 也有一个年款 重振二年 一流二九年 所以这是晚民 你去学习这个佛教的法会的画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藏品 所以这一次我要给我们的观众介绍 我就非常的兴奋 有新的东西出来 从来没有讲过 从来没有人看过 这是我们的罗汉堂 之一我们有两个罗汉堂 但是这个也是从观音开始 因为经常有十六个罗汉画个观音 所以这是观音 然后它是七吼的观音 这是白色的这个动物 是一个吼 这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动物 然后有几个罗汉来崇拜 观音 这是晚民的一个画家 画的叫武斌 可以算是他的精品之一 这是我们的 可以说是正管之宝 这件作品是踏片 是石头的踏片 这个历史是这样的 这又是十六罗汉 然后我刚才提到唐末的官修 这个画家 他很有名的 到了十八世纪 到清乾隆的时候 是特别少 他的作品存世 《乾隆南巡》的时候 他是1757年 他去到杭州 去杭州的一个声音寺 一个佛寺 然后他碰到一个拳套 十六罗汉是观修画的 他觉得是真迹 所以一方面他做了一个鉴定 他说这是真迹没问题的 后来他也写了一些诗 每一位罗汉都有乾隆的诗 后来他由他的宫廷的画家 顶罐棚去磨这些画 所以他们可以传下来 后来他又磕了石头 又做了踏片 这些踏片就是这个过程的最后一步 这些东西很久在我们的收藏里面的 但是从来没有展过 这件呢 这是树叶上面画的 对吗 然后呢 原来这是施藏蒙尼佛 在印度的时候 他坐在一棵树下面 然后他就得到这个佛法的智慧 这棵树是菩提树 然后呢 这是菩提叶上面画的一些罗汉的画 它是1912年入管的 我在文的档案里 没有展览的证据 我觉得好像从来没有讲过 这个小房间是比较特殊的 这个介绍三代在北京的中国宫廷 跟藏传佛教有关系的作品 元明清 这件是我们 这真的可以算是我们正管之宝 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全国 这非常重要 这十四世纪的一个课思 这不是画的 可能一两年的 一大堆的人一直在做 就是一线一线做的 这个图像你画出来的话 你很快就可以画得出来 但是做客丝比他难得多 所以这是元代特别喜欢的一个做法 就是把他的用劳动 把他提高他的价值 让人家知道这个重要性 他也有元皇帝的两个肖像画 也有他的太太的肖像画 所以这件是在 算在中国历史的 科斯 中国历史的艺术品 算是特别重要的 然后呢 我要强调的就是 十二十三世纪 包括十七世纪 长宗是一个国际的现象 其实古代是很国际性 然后呢 经常是在宗教一方面 是特别的国际性 所以长宗 这里我要介绍长宗的一些艺术品 其实在左边和右边的 这些单独的丽州 都是中国的 这个三条品是日本的 基本上同时代差一点点 然后呢 他们是所谓的亡良化 非常难看得到这个墨色 这是故意做的 这是他们长宗里面的一个风格 因为你们可能都听过 心经的一句话 就是空不一色 四不一空 所谓的亡良化 就是通过视觉的方法 去讲这个道理 对吧 你又可以看得到大漠 又看不到 你又想得到在长宗的庙里 的这个光线的状况之下 就更难看得到 你看得到了吗 没有看得到吗 其实这个回答就在这里中间 有一个人叫Warrant Sickman 他原来就是奈儿逊 博物馆的馆长 然后呢 他二三十年代在中国 去收藏古代的东西 但是这些年画门神 他也买了一批 后来他去世的时候 我们博物馆 从他手里买了这一套 其实在枯房还有一些 但是从来没有展过 然后这个展览之前 基本上没有拍过 说起来 说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